第1788集 在那团崩开的无光中 有一个生灵的面孔浮现出来 死死地盯着石灌 满是惊惧之色 临死的最后关头 他有所明误 我被蒙蔽了 成为使刀使 躲在混河畔的生灵 他在骗我 这根本不是我应有的杰树 他拿我当耳料 来应对他所看到的那一脚真相 对抗那件兵器 我真是可悲 我可是黑暗天子 楚风听到后吃惊 真有人可以看到一脚未来 从而从容应对吗 尤其是 听到混河畔这几个字 他双耳都嗡嗡作响 感觉问题太严重了 事情闹大了 因为他已经了解到 从那只黑色大狗的嘴里听闻到 有天地打到混河畔 杀入那里时 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而且最为关键的是 混河尽头最深处有秘密 而那些人错过了 天地都没有发现 没有真正的杀到终点 还有隐蔽的最后一关 甚至 更早的年代 九号口中那个人 一简消短诸天 截短万古 那个生灵 也对那里疏忽了 虽有怀疑 但是也没有挖开 混河尽头 你是你们 真当我是耳料 见我被囚困 不出手 想救 欺骗我继续等待机缘 我恨呐 吴光中 自称是黑暗天子的 生灵大吼 这一刻 他看到了特殊的景象 轮回海的底部干涸后 竟渐渐军力 然后有晶莹的能量流淌 弥漫起来 最后 晶莹的能量交织 竟构建出一条路 逐渐蔓延 并散发出一片又一片的波纹 很熟悉的气息 那条路太异样了 楚风双铜收缩 他感应到了什么 像是轮回路 不过 这条轮回路很特殊 由能量构成 而且散发一圈又一圈的涟漪 宛若结成一张网 而网的中心 是一条深邃的通道 隐约解 他听到了河水流动的声音 也听到了无数灵魂的哀嚎声 极其可怕 让他都觉得 头皮发麻 黑暗天子大叫 混合 他的魂光暗淡在瓦解 即将彻底消失 那种涟漪 从魂河畔蔓延出来 在整条轮回路上向外扩散 像是在探索于感知这里的一切 这很像是蝙蝠发出的有形超声波 探测前路 感应未知情况 楚风悚然 他这么早就见到了魂河 那里有生灵在复苏吗 大事不妙 石灌发光 犹如一盏灯火在无边的迷蒙中 在干枯的轮回海上闪耀 他在清明 在震动 似要震杀向魂河畔 魂河畔 这是多么可怖的称谓 楚风知道 那是极尽妖邪之地 根本不可揣夺 当年 大黑狗的主人 那个最终浮尸残中上的强者 曾经同一位女帝 还有另外一位无上天帝 一同踏上轮回终极路 就是为了打到魂河畔 想都不用想 天帝联手结伴上路 需要这样杀过去 那里绝对是有史以来 世间最可怕的诡异地方 不然何以至此呢 当年 帝者连妹二行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才最终杀到魂河畔 沿途也不知道遇上多少可怕的险族 毕竟 魂河在轮回路尽头 在那最深处 一般人怎么可能抵达呢 甚至 从来就不可能听说 在世间 真正知道那里的人屈指可数 都是从最古老的时代 所留下的残碑上看到的 或者是从上仓洞彻的 楚风此时的心情可想而知 天帝都要付出沉重代价 才能达到的地方 他现在就要见到了吗 他才在什么境界 这么早就要接触魂河 必然是有死无生 他从黑暗天子的口中 得惜一则可怕真相 当年 在漫长时光前 在那不明的蒙昧时代 或者说神话以前 不可言说的时代 就有人预测到未来 感知到他要来这里 或许可以说是 有人预测到 将有无上兵器 石管 再一次出世 会在这里释放些许危能 那个生物 他在通过黑暗天子 测试石管的灵威 他在忌惮 非常顾忌 楚风盯着那片晶莹的网 也像是有形的涟漪 意向是超声波式的纹路 扩散过来 形成一条轮回路 黑暗天子吃惊 欢和尽头 那里的生灵呢 他不在 他对那里有所了解 像是觉察到了什么 谁都不能预算 未来真相 他也不行 错过了今天的机会 黑暗天子叹道 接着他那模糊的面孔 盯着那个方向颤声道 混合尽头 深处到底有什么 他是从哪里出来的 但我知道 他对那里也敬畏无比 这种话语 当真是识破天惊 让楚风都一阵出神 他稍微静息 聆听混合流动的声响 他想看穿那片诡异之地 究竟藏着怎样的秘密 就连天地 最终都错过了 没有人 能进入混合尽头 那里还有最后一关 从无人闯进去 突然 楚风周身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他感受到一股潮汐之力 从那能量化成的特殊轮回路 扩张而来 让他都跟着起伏了 而使馆 则更是光滑冲销 从未有过的璀璨 像是点燃了三十三重天 世间万物都要跟着焚烧 接着他内心悸动 从头梁到脚 感觉要触及到传说中 无人得见过的领域 那神秘的最后一关 他惊悚 因为在无知无觉节 他的身边竟多了许多条身影 并肩而立 无比压抑 什么人 他刚才太投入了 居然都没有察觉 在他的身侧 在他的身后 一个又一个诡异的生灵 全都如同行尸走肉般 像是诸神的黄昏 听到了接引魂曲 让众生踏上了一条不归路 丢了灵魂 皆踏上了黄泉路 这像是一群死去的神 一群没有意识的生物 都散发着危险的气息 都闭着眼睛 但却从眼角流淌出 阴红色的两行血迹 同时 他们都在诡异的笑 露出白生生的牙齿 看起来很瘆人 这些生灵从四面八方而来 距离轮回海不算远 仔细看 都是不久前 曾经昏厥在地上的那些进化者 此刻他们的气质太要挟了 都成为活死人 最为可怕的是 他们溢出的一缕又一缕气息 都在神级以上 不过 那种能量并未倾斜 被封在形体中 只是楚风特别敏感而已 所以才感应到了他们的状态 这是什么情况呢 近这片秘境的人 原本多为圣者 可是现在怎么成为一群死去的神奇呢 混合永存 潮汐澎湃 诸天魂落 自地落前就早已如此 大规模的轰鸣于诸天间 黑暗天子居然还没死 他的残灵在瑟瑟发抖 在那网撞的通道中颤离 在哀鸣 他像是想起了什么可怕的记载 楚风悚然的同时 没有打断他 想听他的真心话 到底会揭示出什么 他意外听到 所有人 所有的生物都有成神的潜质 都能逾越九重天 混合澎湃 接引走他们 让他们提前释放潜能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 请订阅次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